日本新冠死亡人数累计突破3万人 今年以来Omicron疫情蔓延导致感染者激增 以老年人为主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2月11号累计超过2万人 之后才三个多月又增加了1万人 到底要如何减少重症死亡率 日本超级电脑模拟了 1000人居住的城市生活形态 当小孩正常去上课 以及市民正常去超市采买 大人照常搭电车去上班的话 只要出现一名确诊者 疫情就会迅速扩散 造成大量人染疫 当中就会有人是重症需要住院 只要人数太多就会造成医疗崩坏 而且住院的八成重症患者都是老人 但如果让一半的成人改成在家上班 学校也关闭的话 虽然可以减少轻症的人数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重症的人数还是不减 原来减少重症的关键地点 就在商业设施这一类的超市卖场 日本利用超级电脑运算的结果发现 不用减少购物的次数 商家也能够继续做生意 只要在民众区超市卖场购物的时间减少一半 比方说原本购物的时间需要半小时 如果缩短到15分钟 全民都配合的话 就能够大幅减少老人重症的几率 另外东京车站附近的卖场和步行者天国 也都导入监测设备 透过手机上网就能及时清楚地掌握 人潮聚集的程度和位置 避开群聚感染的风险 记者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